國安你好 歡迎收看中天新聞 我是盧生芳 新聞一開始立刻就來掌握天氣的消息 今年第11號的颱風凡納比轉為中度颱風之後 在這個週末會影響到全台的天氣 我們立刻請記者任以芳為我們帶來 來自氣象局更進一步的掌握 好 請問觀眾我們持續關心 中度颱風凡納比最新狀況 它在昨天晚上已經從青台變成中度颱風了 目前它的位置是在台灣而然比 大概710公里海面上 以北北西轉西北方向朝向台灣前進 不過要特別注意了 由於它目前線所處的海溫濕度 有助於它外圍環流 持續增強當中 包括今天北部東半部的海面作業船隻 特別小心海上最大針風高達12級 真的相當危險 那同時氣象局也觀察到了 在過去幾小時呢 凡納比一直都有增強情況 我們來聽聽氣象局說法 我們預估隨著北方高壓增強以後 也就是今天傍晚以後 颱風開始會往比較偏西的方向 往台灣地區前進 而且今天晚上以後速度會逐漸增快 以目前資料判斷 它最接近我們的時間 應該從明天下半天以後 星期六開始受到颱風的外圍環流影響 東半部地區的天氣會越來越不穩定 而且在東半部在星期六下半天開始 還有北部地區降雨會逐漸的增加 這颱風最靠近我們的時間是在星期天 一直到星期一這段時間 由於颱風其它強度還在增強 我們不排除未來它的中度颱風強度 會再更為的增強 所以這颱風它會帶來強風以及豪雨 對台灣地區勢必造成比較嚴重的影響 我們在這邊提醒大家隨時注意我們的預報 相機也提醒了凡大比真的會為台灣帶來強風豪雨 同時由於它線移動速度很慢 所以也不排除在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清晨 會針對北部東半部海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至於它未來路徑怎麼走 現在也有兩種說法 一種說法是如果太平洋高壓 勢力減弱有助於牽動凡大比稍微偏北 先向台灣東北角方向前進 不過目前線這個路徑看來似乎已經機率非常的低了 再來第二個路徑 也就是目前氣象局還有各國預測路徑都一致的狀態之下 也就是在這個太平洋高壓勢力呢 很有可能會增強 一旦增強就推動凡大比靠近台灣地區 到時候它的路徑就會從北北西 轉西北在偏西方向直衝台灣地區 尤其是就是直接進入花蓮了 所以目前它的中心點登陸位置預估 很有可能會在宜蘭或者是花蓮 假如凡大比真的是直撲花蓮而來 到時候會經過中央山脈 山脈也會破壞它的結構 不過外圍環流不容忽視 氣象局特別提醒降雨狀況了 先從今天週五來看 雖然今天出門是艷陽高照好天氣 全台平均氣溫都有32度 不過真的只是假象而已 好天氣倒數即時 從週六下半天開始 北部東部東半部迎風面 就要注意整個降雨的狀況了 那麼至於在週日週一全台都是降雨的天氣 而且相當劇烈 尤其是在南部地區山區要嚴防土石流 還有大雨的發生 那麼至於呢這個凡大比呢 緩慢的朝向這個台灣前進 何時又會離開台灣呢 它影響台灣時間剛才又跟各位觀眾強調了 從週六下半天一直到週一 都是降雨最明顯的時機 預估週二的時候它會貫穿台灣中山脈 通過台灣海峽直接到中國大陸 所以在週二的時候哪個地區特別小心 南部還有迎風面的中部地區要隨時注意降雨狀況 那麼至於到了週三 隨著凡大比慢慢的遠離了 台灣有沒有可能看到好天氣呢 答案是有的 因為呢剛好週三又是中秋佳節 隨著太平洋高壓勢力又在那個時候會增強 所以因此呢台灣各地都會有機會看到 陽光露臉的機會 不過還是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了 也強調這個週末呢 颱風真的要來了 在家做好防台準備 會最周全 以上目前是最近狀況 將鏡頭交換同內主播